歡迎收看東京走著橋,我是維恩 本系列的影片要來簡介東京的各個區域 介紹他們的位置、特色以及推薦的美食等等 本集要介紹的區域是夏北澤 夏北澤與自由之秋 戴觀山 中暮黑等地 並列為受東京年輕人歡迎的區域 這些地方的共同特色 就是並非人最多的鬧區 像澀谷或新宿那樣 通常沒有太多高樓 區域腹地也不大 可以悠閒地散步逛街 並且有著許多特色的小店以及咖啡廳 這裡最有名的就是眾多的古著店 以及咖哩的餐廳 夏北澤位於東京的士田谷區 可以抵達的車站有夏北澤、東北澤 以及池之上站 行經的鐵路線 則有小田及小田園線 以及京王井之頭線 距離新宿跟澀谷都非常的近 五到十分鐘就可以抵達 夏北則與高原寺以及三宣茶屋 並列為三個東京的古著聖地 區域內都有不少的古著店可以逛 古著原先指的是某些年代的經典二手衣 但現在除了二手衣之外 已經泛指為一種獨特的穿衣風格 包含了鎮裝、軍裝、工作裝等等的分類 不一定要是穿過的衣服 當然除了古著之外 這裡也有一般的其他商店街可以逛 加入的方式很簡單 只要到我們的頻道首頁 在訂閱的左邊有一個加入的按鈕 在加入之後就會挑出訂閱的方案及說明 依照程序填入資料就可以加入回答 夏北則這裡是東京有名的咖哩基站區 我們在之前的十個東京美食基站區就有介紹過 後來又拜訪了幾家咖哩名店 一次介紹給大家 首先是東橋最常吃的湯咖哩 ロジウラカレサムライ 湯咖哩源自於北海道 是當地的特產 特色就是湯汁形態的咖哩 以及多樣化的配料食材 而咖哩雖然是湯汁狀 但是加入了許多香料 以及雞骨、豬骨、牛骨 還有各種蔬菜下去熬煮 味道很濃郁 絕對不是平常的日式咖哩 多加點水的味道喔 也是湯咖哩的咖哩食堂新 喔!這種很藥膳的香味 三日月咖哩 超豐富咖哩飯來囉 賣相超好的救命啊 三日月咖哩 Magic Spice 以上幾家都是配料很豐富的咖哩 風味也都各有不同 因為香料跟湯頭的配方都不一樣 這家店的特色是黑墨魚汁炸豬排 有機會可以點點看 醬料也是偏湯汁的形態 本店是夏北澤 Taberoku排名第一的咖哩 有3.8的高分 是大阪的乾式咖哩 首次在關西以外開的分店 就選在東京的咖哩基站區夏北澤拉 這裡還有一家星巴克黛澤五丁墓店 是點藏咖啡系列 所以除了有特選的咖啡之外 也有提供特調 以及酒精類飲品 後門還有室外的座位 忘累了可以來這邊喝杯咖啡喔 由於這裡推薦的餐廳都是以咖哩為主 最後就多介紹一家可以吃早餐的麵包店 Mixture拉 那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我們下集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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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